大家好 这里是大星星影评 我是小鹏 今天我给您带来一部 2012年的丹麦电影 《狩猎》 原文叫Jackton 就是丹麦文 它是由托马斯·温伯格导演 麦德尔·米德尔森主演的 这么一部影片 这个影片投资了345万美金 回收的票房是1230万 它是一个小制作 但是很成功的一部影片 它并不是属于这种商业大片 或者动作大片 但是很有质量 令人回味的这么一部影片 主要是讲被错误 而指为孩子性侵行为以后呢 这个成年遭到的这个孤立 和谴责 麦德尔森呢 因为这部影片还获得了 嘎那影帝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也就是说 米德尔森呢 实际上他很有名气 参演了多部影片 其中 007的皇家赌场的大反派 是他演的 还有汉尼拔 所以他被中国的影迷们称作汉尼拔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丹麦的 就是当代丹麦的碧色小镇 这个小镇呢 很有意思 也就生活着几千户 他们互相认识 这个小社会呢 联系非常紧密 大家都互相帮助 环境非常安逸 也生活非常平静 共同参加的一个社会活动呢 就是男人们在一起狩猎 各家在一起聚会 吃饭 喝酒 还有就是一起上教堂 这个男主人公呢 叫卢卡斯 他是原来是高中的老师 结果呢 因为经济不景气呢 他自愿到幼儿园做男老师 这个事情呢 不要奇怪 在丹麦呢 实际上也很普遍 因为北欧人呢 他喜欢从小呢 培养孩子那些阳刚之气 也受到平衡的 两性的老师的影响 就是Equally from both genders 所以呢 有一些正经的 有一些男老师 所以这里说到一个丹麦的教育 丹麦教育呢 很有特色 他比较注重这些细节 比如说呀 他的理科的课程 小学的数学课 还有一些自然课 都是老师带着孩子去野营 在当场当地来教孩子的 比方说圆周率的知识啊 这个各种植物生长的一些知识 培养孩子呢 动手能力 和对大自然的切身的感受 所以丹麦的教育非常牛 这里说到呢 这个卢卡斯呢 对他们班级的一个 恰巧对一个四岁小女孩呢 非常照顾 因为呢 这个女孩的父亲 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这个女孩的父母呢 经常吵架 所以这个女孩 造成女孩 是一个比较早熟 又比较内向的女孩 那么赶上了 有一次 卢卡斯呢 要送他回家 又有一次呢 卢卡斯呢 又接他上学 都是卢卡斯在特殊照顾他 他也没有感觉有什么特殊 但是这个女孩呢 就特别的喜欢卢卡斯 当卢卡斯发现的时候呢 卢卡斯提醒了 就是 他是很 很那个 有好的方式 很自然的 就告诉女孩 一定要跟父母多亲近 如何如何 这个女孩呢 比较内向 他就认为 卢卡斯是一种 对他是一种拒绝 对他是一种 那个排斥 所以呢 女孩呢 就很怨恨的 像发泄 这个小孩嘛 就发泄不满的 对 呃 幼儿园的院长说 啊 卢卡斯对他故意亲近 就这种 亲近的举动 你看这个 这个小孩 非常的 懂事 早熟 这一下 就引起了 轩然大波 啊 这个 首先是校长 啊 一开始是不信的 后来呢 他突然 就觉得这个事情呢 宁可信其有 这是 这是发生这种 大人和小孩之间的 这种 呃 事情呢 那好多成年人 可能最终就选择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那出于保护自己的 呃 这个教育 呃 教育家和 当地幼儿园园长的 这个 位置和 他的信誉呢 他不得不呢 来 从主观上 从这个 这个 先入为主的 怀疑 或者是 呃 保护 小孩 怀疑大人 就怀疑 路卡斯 所以他告诉其他家长 小镇上 其他 呃 成年人 而与此同时呢 他又找来教育局 指定的 就是评估的人 来跟 小孩和 呃 路卡斯来 就是谈这件事 就是 来来问群 这件事 而所有的成年人 这个时候都变成了 呃 愿意去更相信 小孩 就 尽管这个孩子 说话前后矛盾 后来又自我否定 但是呢 他们依然以为 这个孩子是害怕了 或者害羞了 所以都是在鼓励 暗示 一直在 不放过 呃 小小女孩 一直让他 最后承认 他最终 那个 诬告 路卡斯的 这种言辞 那么孩子父亲呢 内心也是不信的 但孩子的母亲 小孩的母亲 呃 是有一种 因为他跟父亲 总是在 吵架对立的 这个情绪 所以他很容易 就相信自己女儿的话 其实 这里面埋伏着 孩子的父亲 是一直 不相信 这个自己 呃 女儿这种描述啊 这是这样 但是无论怎么样 这个整个小镇 很闭塞的小镇 已经对 卢卡斯形成了 非常排斥 啊 这种 情绪 啊 卢卡斯呢 想要去超市买东西 呃 想要加油 都受到所有成年人的敌视 以及是言语上的侮辱 甚至在他买东西的时候呢 还有武力的侮辱 这是这个情况 而且 在卢卡斯呢 布拉卡斯本身是离婚状态 他正在 本来是正在争取 他要抚养他的儿子 因为他很重视要要在儿子成 就是这个高中时期呢 呃 正在成长青年青春期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要承担一定的这个义务和教育的这个责任 所以呢 孩子本 儿子本身跟他呢 感情也是比较接近的 但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有所犹豫 啊 也是很矛盾的啊 就连他刚刚交的女友 本来是非常默契 也非常信任他 不会做出 对于这个女孩做出 过分的举动呢 也是被其他周围的成年人 所啊 包围啊 因为每个人在这个时候 从院长到普通的镇上的青年成年人呢 都愿意把自己保护起来 就是就是站在了一个相对道德的一个制高点 也就是说 宁信其有无信其无 他们所有人都在社会这个行为上 社会心理上 都是在排斥着卢卡斯 这就是整个镇上造成的这么一个紧张的氛围 那卢卡斯是如何 这个电影 就是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 导演和 这个主演的策划的 就是 刻画这个角色 非常的到位 从细节上 从这个情感的逻辑上 卢卡斯呢 没有受到 没有因为受到这种歧视 或受到整个镇上的其他成年人威胁 就是你赶紧滚出这个镇 这个镇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们不接纳你了 你赶紧滚出去 我不管你是冤枉不冤枉 你不用辩解 但卢卡斯采取的策略呢 就是 一直在坚守 在这个镇上正常生活 因为他觉得 我 我留在这个镇上 我要找机会去证明 我的清白 我的无辜 在这个里 另外一个细节 他对小女孩 从来没有 就是恶意的眼光和言辞 从来就是宽恕和原谅 因为他知道 他只是未成年的孩子 他出于什么原因 说了这句话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一点没有怨恨 这个四岁女孩 他的儿子呢 出于对父亲的信任 和被父亲打抱不平 确实还是 对女孩很生气 也言辞表示过 但是他本人呢 是非常坚韧的 他就准备用他 政治的目光 敢于直视任何人的目光 来告诉大家 你们错了 我并没有错 但是我不采取什么极端的行为 这里还回到 他这个这个女孩的爸爸 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男性朋友之一 他们之间平时就开玩笑言谈 就说过这个梗 那个这个女孩的爸爸就说 Lucas你永远不要跟我说谎 就以前就讲过 你一说谎 我从你的眼神 我就看出来 就是他特别自信 他俩从小长大 所以为什么说 这件事孩子父亲 实际上内心 问 扪心自问的是不信的 但是呢 他通过一个 整个镇上的这种氛围 和家庭内部的这种本来就吵架 所以呢 他也采取一种很很很低调的立场 也就是说他不吱声 但是他内心呢 遭受了很多很多煎熬 一直在遭受煎熬 直到最后 Lucas呢 依然继续坚持上教堂 跟大家共同礼拜 那么大家对他是很 本来是非常敌视 但是呢 在教堂当中 他不能表现为语言和行为的敌视 所以大家呢 很排斥的 他依然坐在教堂当中 但是最后 Lucas依然没有忍住 他也去谴责他的朋友 就是说他也很委屈 他确实是 也是几乎要走投无路 因为他确实是深爱着自己生活的地方 他深爱着自己的尊严 他不会轻易像一个真正性秦者 或者逃兵一样离开自己的家 这样他也对不起他的儿子 也对不起他自己的良心 也对不起自己的 就是他自己在家乡的形象 但是呢 他天天受到大家的不公众待遇 他终于呢 来质问 在教堂当中质问他的朋友 就是说 你不是能知道我 从我的眼光能看出来 我是否在撒谎 那为什么你不敢站着 我知道你相信我 但你为什么不敢站着 所以这个电影几乎推到了高潮 也就是你看 大家才想起来 哇 卢卡斯是一个好人 那么我们从卢卡斯的 直视别人的眼神当中 自信的眼神当中 从他对 这些日子以来忍受了多少的 这个不公待遇 但是依然深爱着这个 这个小镇这个环境 依然不离开 所有的东西 实际上 让一个有判断力的成年人 都会意识到 卢卡斯 我们都没有去注重 是不是这个女孩 偶然说了谎 而过后人改口了 我们成年人又不让了 说你不要害怕 继续维护你原来的表述 是不是我们都在 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慢呆了 或者是对卢卡斯 就是怀疑本身就是不公的 所以每个人的眼神当中 都动摇了 那当晚呢 这个女孩的父亲 到卢卡斯家 就带着这个罐头和酒 这是外国人喝酒的方式 简直太low了 也不说带几个菜 或者外卖 我们就带几个罐头 拿着酒上卢卡斯 就是两人喝酒 但是也两个成年人 也没有再说 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啊 我给你做衣啊 我怎么 这是很含蓄的表达 就是说 实际上我是 我是信任你的 而且我也准备开始接纳你 久而久之呢 更越来越多的成年人 开始重新接纳卢卡斯 在这个阵当中 貌似一切都又恢复了平静 卢卡斯也带着自己的儿子 又去上林中打猎了 这是因为在丹麦 这是一个仪式感嘛 这是恢复到正常生活 社交生活 而且父子的关系得到恢复了 就在最后 卢卡斯打猎的过程当中 又有一颗子弹 差点打到他 打到了他身 就是肩膀旁边的树上 也就是说 最后的结尾 给大家一个隐喻 是不是这种敌视 这种怀疑 还依然存在 风波还远远没有过去 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整个 整个的故事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